Hello 大家好,我是春福 今天是11月4號,現在是十二五,十點鐘了 我剛才抓了兩窩這個無風黑盾之後呢 從這裡經過,又發現了一窩在路邊 就是在上面那個洞裡面 應該是老鼠洞來的 剛才開車從這裡走過去 然後呢,也發現了一窩 因為這窩風呢,剛才就是很多個飛來飛去的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就這裡又發現了一窩 你們看 就是在那個洞裡啊,那個風飛出來了 這樣大家能看到應該 今天運氣還不錯啊 開車過來都能看到是吧 然後今天中午的時候挖了兩窩 那個風涌在那裡 好的,我們繼續開盤 把這一窩也盤掉啊 盤掉之後就收工了今天 剛才用收風龍,多了一些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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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還有很多 推出來的啊 那我反正用這個網來撈 又往來撈它 撈它直接放這個平面就OK了 好的,我們上去 上去撈風啊,兄弟們 哎呀,早點就睡覺了啊 這裡很早啊 這裡很早啊 好,這個風到應該就剛剛被我拍爛了 在這裡啊 在這裡啊 在這裡 好的,我們開始撈風 好的,現在的風 撈了很多了啊 外面飛的,並不是飛很多了 那我們就開挖 挖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風包怎麼樣 應該不大啊 因為這個風不多 好,我們開挖 因為這裡最安樹林啊 所以說這個泥土是很鬆的 挖了之後我們看一下這個風包多大 好的,現在這個風又多了 又撈一下 撈一下呢 直接放到這個平面 你看 先撈一下風吧 撈一下風,然後再挖了 讓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風包呢 就挖出來了 現在大家看 這個就是無風黑頓的風包 這個風包不是很大的 一般都是兩三斤左右的 OK 現在整個弄出來 讓大家就能看到了 這個風包就有三層一樣 這個 多小是吧 飽滿度還是可以的 是吧 大家看 上面這個飽滿度 大家要把它拿下來了 現在這個風包呢 我就拿下來了 大家看 這個飽滿度可以吧 今天是11月4號啊 可能有些地方說沒有風了 但是在我這裡這個黑頓還想飽滿的 一般這個黑頓都可以長到12月份的 你們看啊 這個飽滿度 OK吧 好的 現在這個風呢 就拿下來了 等一下呢 再把這個散風 再撈一段一分鐘 基本就撈乾淨了 因為在路邊的話 這裡一定要撈乾淨一點 是吧 OK 現在上面的風 散風可能還有十幾二十個左右啊 基本撈乾淨了 現在這個風餅就拿下來了 大家看 這個就是剛才那一瓦 只有三餅而已啊 並不是很大 是吧 本來就是兩斤貨 但是這個飽滿度還是 比較可以的 比較OK 是吧 好的 那我們就撤退啊 現在已經五點鐘了 今天抓了山窩 風涌都在這裡 山窩這個風蓋涌 都是比較漂亮的 是吧 然後呢 風也不是非常多 今天的風不多 山窩風的不多 這是 後面撈的 然後 這邊也是有一點老風 並不是非常多 可能你們就聽到我會想 風看不到是吧 好的 那我們就撤退吧 回家窩 五點多鐘了 現在還在山上呢 今天抓了山窩這個黑盾 這個蜂窩並不是很大 基本都是兩三斤左右 老風也不是很多 好的 那麼這期視頻的話 就先到這裡啊 喜歡我的視頻可以訂閱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上一期視頻再見 拜拜